腰椎肩盘膨出是否需要治疗 张富军西电集团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 一般情况下腰椎肩盘的膨出 我们思维是一种正常的身体现象 就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 长纵纹了 头发滑白了 那么一般这个是功能性的 一般它不会引起腰椎的疼痛 或者是下肢的疼痛 那么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把这个椎肩盘突出 分为这么几个一般情况 不是个膨出突出 那么膨出一般情况下 认为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是一个蜕变的一个早期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 那当然了 你在这个感觉到腰椎不舒服的时候 有膨出的这种情况 你可以做一些腰背肌的功能锻炼 你也可以做一些常见的 这个保护腰的这些动作 比如说这个弯腰呀 做一些常规的一些凶炼 都是有益的 那么如果要出现比较疼痛的 出现椎肩盘突出了 那就得另外做一些小队的治疗了 专家提示 一 一般情况下 腰椎肩盘突出 认为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是一个蜕变的早期 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 二 当腰椎不舒服 可以做一些腰背肌的功能锻炼 也可以做一些保护腰的动作 如果出现比较疼痛的椎肩盘突出 就得另当别论了